最高法院你相對來說是少 這次之前有說一個他兒子被怎麼樣的 也是在高院被判無罪 大家懷疑的時候 那他的父親男人最高法院 對不對 那個很少很少的這種案子 但是最高法院我覺得應該法界的人 可能還可以信任 那地院因為年輕 所以我覺得他相對來說競爭壓力大 尤其在人口眾多的地方分院 應該因為競爭的關係 然後再上道德使命感比較高 好像問題也比較少 但是高分院這一塊 我認為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有很多不好的經驗 你去問問看說有打過關心 好像都在高院的時候問題比較多 說不定他是二審 所以他還可以往上上訴 所以他這邊判你有罪或罪 判輕恨判重反正你到 有本事你到最高法院去講 除非是二審定業的案子 所以高 我覺得如果重點人力不足的話 重點放在高院 應該是正確的一個方向 光琴也這樣看嗎 對我在補充這個 剛剛玉鵬講的 因為為什麼去買高院 就二審的這個法官 所以你要看是說 案情逆轉 你從一審開始買 可能錢漲下去 你到二審又翻案 所以你要買到有用 買高院的二審的這個法官 甚至我們常看到 最近幾個連環報 都是跟四審跟五審 整個大逆轉 從有罪十幾年被判無罪 都是從這邊 那甚至現在傳說說 有利人士 他如果口袋夠深的話 他連三審都買 就是買了以後 無事一身輕 這一個 那剛剛玉琴你問說 是不是辦得太慢 我覺得是耶 有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 政警專案我們講說 已經第一波第二波了 我們在等他的 這個第幾波 第幾波這個進度 可是你剛剛講到 這個張炳龍 他從15年前 就曾經被檢舉了 那時候案子沒查清楚 就是說有一個自訴人 行賄要求這個法官判他 告的這個被告有罪 那時候張炳龍成審的 那後來這個案子沒查清楚 他就調離花蓮了 那後來不是扯到 這個邱創順這個律師 是為什麼 因為他在兩個案子 都當白手套 他還還了三十幾萬 給這個原先的那個 行賄者 那可是15年前檢舉 你到現在我們看到報紙 已經是15年後了 而且呢 這個張炳龍這個 這個過程 整個部分 是等到說 你政檢專第二波 查到他之前 他就已經潛逃出境了 他現在在中國 可是這7月份的報紙 我這用粗黑一筆畫起來 你看連 當時有媒體記者 7月份怎麼報 那是政檢第一波的時候 結果我點到 這個蔡光志 他審理的一個案子 跟張炳龍有關 那張炳龍跟四省大逆轉 寫到這邊 現已入獄服刑 大家都以為他現在在獄中 結果今天看到報紙 報紙又不一樣 跑掉了 你看7月 也沒看到任何人 在偵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有動任何聲色說 他不是在獄中 對 那你現在看就是很荒謬了 人都跑掉了 你現在才偵辦他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看到古董羊 我們以前說有個股市大戶 古董章 現在跑一個法官叫古董羊 這古董羊他竟然可以拍賣 他所收藏的這個古董 我看報紙上寫說兩億的金額 而且他在仁愛宏襲 有兩戶豪宅 那我們過去常講就是說 有財產來源不明罪 你一個法官 你再怎麼領一個月的月薪 你已經16萬好了 你又還沒退休 你怎麼可能收藏 700多件的這個古董 而且你還可以辦拍賣會 還可以賣出去兩億 這顯然險不相當嘛 這跟你的財產實力 是險不相當 而這個人風聲 永遠比偵辦的角度快 他要申請退休了 那今天媒體有寫到一句 如果說有任何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任何的人去建議 黃世民檢察總長說 你是不是要把他申請 退休的這個案子暫緩 而他有說不需要的話 我覺得那這知識體大喔 不能讓他 就申請退休得逞喔 我是覺得這個過程當然要釐清 那為什麼我覺得 腳步真的是很慢 從我剛剛舉例 15年前就有人檢舉 還有從說 我們講說 一撒網就掉到大雨 他們這些零零種種的犯行 你說跟那個何志輝 包括潛逃出去這個市政來講 法官都變成 你在司法界 有好幾個何志輝 有好幾個跟過去我們看到 那種大案裡面的那種 涉嫌人都一模一樣 法官耶 法官跟一般人怎麼一樣 法官也在知法玩法 而且他們風聲快 要搞退休的搞退休 要潛逃出去潛逃出去 然後他們懂法 你這個官司到底打到最後 他們到底有沒有事 而且整個那個環境 好像變官官相護 那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 之前那個居見吳俊麗的那個 台東的那個法官 他那時候 就林德勝法官 他那時候 申請退休是 是成功的喔 他還領巨額的這個退休金 為什麼 因為中間有一個空窗期 說要把他送人審會 可是人審會一直沒動作 他就接著空窗期 申請退休得意 所以整個司法偵辦這些法官 自己人辦自己人 那個腳步是真的很緩慢 而且我們就說要有實證 要有直接證據 真的是搞不完那種感覺 對剛剛光琴講到就是說 哇這個所謂的古董陽 就是這個高院的這位 楊炳禎法官呢 他到底是多有錢 那我們當然還是 自從他跟監察院 這個財產申報資料裡面 來仔細來看一下 他呢存款的部分 才400多萬 但是呢他在金華區 人愛路二段是有兩筆房產 沒有錯 那麼貸款余額是6199萬多 那麼他另外他就是申報了 他的古董 這個裡面有非常多的古董項目 包括明星時代的銅箱爐 還有驗台啦 玉器等等 加起來呢 他申報的這個金額 大約是值3570萬元的古董 可是事實上呢 根據報載是 他這個賣出去的話 是達兩億 那當然大家就會很好奇了 說這個高等法院的法官 57歲的這個高院法官 非常資深的這個法官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而且大家也很好奇的 一點就是說 為什麼他的判決書 不都需要自己寫的嗎 但是他是交給助理寫的 這個憲宏是不是跟我們來評論一下 你對這個理念 是不是覺得非常的荒謬 法官很有品味 收集不懂 不過有品味的法官 要很有錢才行 他的品味是屬於那樣很有錢才行 要命的是他不應該那麼有錢 所以我講的是普遍社會的這種懷疑 可是現在我的觀察 社會是覺得說 這個案是叫政績對不對 對 抓這些人 上一批抓了一批這一批 政績了嗎 這老百姓很懷疑 我想有一個人證明說 他沒有信心 那個是上一任的司法院長 叫賴英照 他已經辭職走人了 他是辭職走人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他認為政不了 不然的話 你看上次如果沒有辭職 這一次再鬧這個不曉得怎麼犯 賴英照不曉得回答我們什麼問題 他知道事情很大條 先走得快 先跑 現在也看不出有人 願意去當這個司法院長 因為不曉得這樣的情況要怎麼做 我們要去檢討是說 果然不是只有 這拉肉杖冠的 像粽子一樣 果然不是只有一批 有第二批 請問有沒有第三批 聽說總共有十批 那十批到底總共有多少法官要進去 不知道 所以老百姓當然有權力懷疑說 這是辦假的 我們不知道你是不是辦真的 不要以為檢察官去搜索抓人 動作做很大 就好像就是正極了 沒有 再接下去我們還不曉得 因為最重要是在概念上說 法官敢收錢的原因是 因為他送錢的管道非常通脹 讓他毫不懷疑就把錢收下來 不必左右看一看要不要收 就收下來了 第二就是收錢的法官知道 收錢的人不是只有我 我還知道很多人 大家都在收 所以收起來手覺得很開玩 為什麼 戰術戰略上通通是有利 請問這時候這樣抓 是怎樣 是運氣不好抓起來 闖紅燈又抓起來 闖紅燈不必抓 是這樣嗎 現在我們問題是 就是有一堆法官 他車子裡頭都有張物 不過只有抓闖紅燈了 是這樣嗎 我覺得說老百姓有權利 懷疑這是辦假的 我們到現在為止看這樣的案子 都不認為是辦真的 那更甚至於剛剛光琴講說 以後不曉得怎樣 如果是那個有收錢的法官 後來也接這個案子 判的時候 當然是無罪啊 不然要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才是馬總統 你現在要非常煩惱的問題 那個賴映照太厲害了 他先走了 就可以不用管了 這怎麼辦呢 這個哪裡是指什麼 一鍋粥有一粒老鼠死的問題 我們現在根本不曉得 這一鍋是什麼 這個才是今天 我認為這個司法改革 在這裡頭 已經大家圖窮筆見了 我要講的是說 我所了解的民間 沒有人讚嘆黃氏民戰這些案子 大家都說這些案子 這是什麼 是 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說賴映照他也不幹院長 可是事實上我看 這個法院裡面的內部 其實很多法官們 他們一發現自己可能是 碰到了一個燙手山芋的時候 不是都會紛紛去轉調嗎 也就是說其實大家都會 以迴避的態度 幾乎沒有什麼人敢說 真的很勇敢的站出來 然後呢 就去把這個問題給掀起來揪出來 那所以剛剛這個憲宏在講說 你這個到底是辦真的還是辦假的呢 大家當然是希望是 一定要是辦真的 可是辦真或辦假 究竟是誰說了算 會是馬英九馬總統嗎 馬上回來